他只不过想借由这个世界 洗涤人心而已 赖清德讲不是洗涤人心吗 洗涤人心而已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赖清德自520就职到现在6月28号 总共一个月零八天 赖一个月零八天之内 我们先讲他对内跟在野党抗争 对外要中断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 这两项主题贯穿了他一个月零八天的任期 我们现在这么说好了 最近有一件事情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台湾的陆委会他指称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他说这个是一条龙的作诀 况且他指涉的政论节目跟相关的来宾 包含主持人 事实上这些人我全认识 那个节目他讲的那个节目 我还上过一两次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他是说陆媒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现在这个政论节目已经关了 那可以说他是直接指的 就是东森电视台的某个节目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他的指色等同是赖清德秋后算账 为什么讲赖清德秋后算账 因为在大选的过程当中 这个电视台并未全力支持赖清德 那现在赖清德终于向他开刀 结果就用一个理由 说陆媒介入台湾政论节目 怎么介入法 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来宾 第三个讨论的议题 那第四个某一些想法 要配合中国大陆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事实上他讲的那一名记者 那名记者是新华社的 已经调回中国大陆 那民进党既然说两个月前 他们就掌握到这个讯息 差不多是三月 大概是那个节目是三月开的 三月中旬开的 他说那个节目是三月中旬开的 你已经掌握到这些资料 所谓的两个月 我就用最宽松的标准 六月二十八号 你倒回去两个月 就是在四月二十八号 那这位记者是五月二十二号 既然你有这么明显的事实的话 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透过 不透过法律关系 你约寻查 而是他走了以后 你放炮 就显然你就根本不敢拘留查 那你拘留一个记者那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你既然不敢 你就让他自由离境 那请问你在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东西给爆出来 你的目的那是什么 说中国大陆的官媒控制了台湾的政论媒体 媒体政论 事实上 事实上 中国大陆想要控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过去 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那你说中国的官媒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那现在三个单位他要查 陆委会 文化部 NCC 但是请问 要不要在里面掺的一卡 这个是四色安全的问题 你民进党真的是要查 你不可能是只找个NCC 文化部 还有陆委会 三个单位 三个单位 那你联手查 他人在台湾 你说你两个月前知道 你为什么不查 等他走了以后 史无对生 那你说我要查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叫抹黑抹红一条龙 就是说民进党的不道德就在这个地方 坦白说 坦白说 官媒想要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他必须要有所情商 你既然讲他介入又出钱又如何 你把证据拿出来吗 你把证据拿出来吗 现在天天民进党好事不干 天天就在那边捕风捉影 他捕风捉影 他捕风捉影的结果 他也不敢移送法办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只不过想借由这个世界 洗敌人心而已 赖清德讲不是洗敌人心吗 洗敌人心而已 所谓的洗敌人心就是说 那你看看中国大陆 突然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 况且相关的来宾 相关的议题 相关的说法 还要中国大陆同意 我还第一次听到 他有证据叫他拿出来 因为那个节目我也上过 他有证据 你就叫他拿出来 因为他只是礼拜六礼拜天播出 下午三点半录 录到差不多四点半 好 那我相信像包含 国民党籍的几个 像游淑慧 他们都有上过这些节目 但是我回过头来讲 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大家会顺着他的主题 他的议题 他的讲法说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况且都在政论节目上面 有多少年的经验 怎么会可能听一个 只有三四十岁的记者的 指令 这个一方面是在兇入电视台 现在他在求求算账 因为这家电视台 没有有权力支持来信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最正明确的话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人 送到NCC 我们讲叫评鉴 你评鉴完就罚款两百万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怎么同意这个记者可以走 况且他是5月22号走 你是6月28号知道 我用最宽松的标准 至少他在4月28号以前 他还在台湾 你当时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那事后去毁人民节 这不是非常奇怪的吗 这第三个 那你第四个 你说现在你要查 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之下 就跟今晚二一事事件一样 永远没有一个答案 也永远没有一个真相 那你的目的就是浑水摸鱼了 所谓浑水摸鱼 就是人不在现场 这件事也无从查证 你敲锣打鼓的时候要查 到了最后 他 自出有因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民进党 现在蓄力升高两岸的 恶意螺旋 他总会为这件事 付出他的政治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